大家好,我是瑞士律师的平明 很多粉丝都问我 平明,你为什么,而且是怎么学习中文的呢? 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就想说一下 我知道我的中文完全不是完美的 我还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好,那我为什么要学习中文呢? 其实一开始是这样 我以前非常喜欢模仿别人的语言 或者瑞士人的翻译 然后有一天,一个朋友觉得 哎呀,你平明,你太凡人了 你就开始学习中文吧 这个翻译太难了 这个你一定会学不了 然后我就入了坑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 中文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 然后呢,如果我们听不懂一个东西 在德语里面有一个说法 我们就会说,啊,这个听起来是中文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学习中文的 那怎么办? 对我来说,这三个点很有帮助 第一个呢,就是应该融入到社会当中 找一些共同话题 我在上海还有在台北上了中文课 然后在京岛工作过 下课或者下班以后就直接去了茶馆 在那边喝了很多茶 有时候喝了那么多茶 也有一点点喝醉的感觉 我在茶馆里面说了很多中文 认识了很多朋友们 而且也学到了很多关于茶的知识 还有呢,因为我那么喜欢喝中国的茶 所以我的中文名字就是平明 好,那第二点呢 就是对我来说是模仿中国人 我在中国的时候一直都在模仿中国人 还有一开始我就用我的手 帮助我找到正确的声调 所以比如说,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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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在,就是真的 我在中国的时候一直都用我的手 就是这样说的话 看起来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跟一个智慧一样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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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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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算了吧 第三点呢,对我来说就是 看电视剧、听音乐和听播客 最近我也不在中国 所以没有很多机会跟中国人说话 但是呢 我一直只在看中国的电视剧 比如说最近我就看了 三十而已 你们看了没有 觉得怎么样呢 除了看电视剧以外 我还会听中文的音乐或者博客 然后呢 我在中国的时候 当然也经常会去KTV唱歌 我在中国非常喜欢唱的歌 就是你们猜一下是哪首歌 我会变成童话里 你爱的那个天使窗开双手 变成翅膀守护你 你要相信 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 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哎呀,对不起,太尴尬了 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哪首歌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耶 好的呢 所以这三个点现在就说完了 然后呢 我就想告诉大家 如果你们想学习一门外语 马上就开始学习 从来不算晚安 最后呢 我在青岛实习的时候 苏理师大学来看我了 然后拍了一些视频 然后我现在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青岛的日常 希望你们喜欢 下车见,拜拜 我们下车见,拜拜 我们下车见 拜拜 只要是很同行 而且因为他和中国人打交道比较多 然后又在这里学了中文 他知道变痛 这个方法达不到的时候 可以弯曲的方式 他如果是真正掌握这一点的西方人 他的声音会迅速成长 但实际上找到了和东方人打交道的秘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